OK,那因為上個禮拜是那個二八連假 所以我們有一次上課 等於是 中間的話要間隔了 等於是兩個禮拜 那今天的話接下來繼續 再來看那個後面的部分 那第一次上課基本上我們就已經 講了還蠻多的東西 那總共我們講了三個範例 所以請各位回去有時間的話務必 把這三個範例還是要把它練熟 尤其是裡面 該怎麼樣拆解資料 那拆解資料其實常遇到問題 就是說 像我們那個 第一次上課講到的就是 像比如說數字英文中文的拆解 那這個當然 我們就是舉了一個範例 當然第一個就是先 按照什麼數字 當然先算 這個儲存格裡面的數字 數字的個數 再算那個英文的個數 再算中文的個數 那這個地方的話 主要是利用那個內碼的部分 去做一個判斷 這個上一次我們有講到 所以回去的話建議各位 可以把這三個按鈕 最好是可以在 自行練習一下 盡量就是不要 不要看我之前 寫的程式 看看你有沒有辦法 可以 自己把它寫出來 那基本上你會發現 雖然是三個程式 實際上 它的基本架構呢 大致上都一樣 比較會有不一樣的地方 頂多是說英文的部分 我們是多用了一個函數 就是 因為英文有大寫跟小寫 所以呢 為了要判斷方便 基本上全部把它轉大寫 或者轉小寫 再來判斷 那當然就可以省掉 多一次的邏輯判斷 那判斷 這個語法當然 你可以 當然你可以不需要一次就全部寫完 通常的話你可以先做一個 比如說你先判斷 第一個儲存格好了 裡面 這個裡面好像沒有數字 或者你可以用這個儲存格 先判斷一個之後再把回圈寫出來 所以基本上的話 上一次上課的話 數字個數算法大概是這樣子 就是 這邊其實 我把字稍微放大一下 這個工具選項 撰寫風格 4掃12號字 你可以看到 如果要算它的個數的話 那我們可以先 找一個儲存格 比如說這個A3好了 先把裡面部分先寫出來 裡面的話就是這個回圈 那裡面的話 其實我們先4J好了 4J 等於1到 那這個Sales你可以I的話 你可以先用 比如說3好了 在A3儲存格裡面 那判斷的話用ASCII Code內瑪 就是 當它如果大於47 或者小於58這個範圍的ASCII Code 那就是 怎麼樣呢 數字 那就把這個數字個數 加一個變數 就是c 等於c加1 加1加1 最後把c的 資料print的出來而已 那 英文其實一樣 只是多了u case 那範圍就是大於 64 那小於的話呢 就是z的部分 小於91 OK 那一樣加1 所以其實 做一個之後可以把這個複字貼過來 那中文的話就是不在此 範圍之內 所以是小於0 或者大於27 或者 OK 所以這個地方的話 比較不一樣的地方就是這個 或的部分 and 這個都and OK 然後 最後的話就是做留下 如果要留下 數字 英文中文的話 那當然你可以先寫 先寫 留下數字 留下英文 最後再用call的方法 把這個 三個sub 用call的方法 把它分別 一次就三個 全部完成 OK 那其實留下數字 留下英文 留下中文 其實 它的架構 跟 剛剛的算 其實基本上一樣 差別是在哪裡呢 差別是說上面這個地方是累加 所以 累加的話呢 就是會多一個變數 後面的話就是c等於c加1 加1的意思 那如果你要串在一起 比如說留下那個字的話 那就是多一個什麼 把c 改成s 有沒有 s等於 就是說把它放在這個空字串的變數裡面 那串接的話就是s等於s send 把那個字呢 串在s下面 最後再把s給輸出 所以最大的差別 一個是累加 那一個是算 把它全部串在一起 所以這個可能 請各位還是要多多的熟悉 所以這一題基本上 有點難度 但基本上你會發現 它的基本架構 其實只要把其中一個sub寫出來 那其他就可以造類似的架構 把它 一次性的做完 OK 所以這個是上一次的這個 判斷 這個 這個數字 英文 英文中文的拆寫 的一個範例 OK 那這個 講完之後 上一次上課的話 原則上 我們又講了一個 這個有關 資料的分割部分 那分割部分這個也是還蠻常遇到的 就是 如果我們今天做個問卷 那問卷假設是用Google表單做的話 只要是那個 複選題的話 它都會類似像這樣 就是複選 然後複選你不確定說 你 你選了幾個 可能你選了三個 像這個 只有選一個 然後 這個選三個 這個可能是選 一二三 四個 OK 那這個選更多 一二三 四五 五個 那我們如果這樣要做統計的話 你如果 沒有把它分開 你是無法做數量的統計 因為以色列裡面 基本上就是像如果假設 最後其實是可以用康尼符 去算一下 就是說到底這邊 到底有多少個是選那個什麼 比如說上課一符 當然我要挑 這個一個 這個兩個 這個三個 那可以 把它全部 算 累加 就是類似像剛剛那個c c等於c加 那你一定要先分開 所以如果要分開的話 該怎麼把它分開 所以像這一題的話 其實需求這樣 就是把它分開 然後呢 把 這三個分開之後 放在這裡 所以先放一個 放在這裡 然後這 一二三就是分別放 一 二 三 然後一直往下放 一二三四 一二三四五 那這個地方該怎麼切 那上次的話呢 我們是有切割啦 那你會按下這個 資料切割 自動全部完成 那主要 我們用了一個很重要的一個函數啦 這個函數的話 它有點像是 Essal 裡面的那個 資料裡面有一個叫資料剖析 的功能 只是說資料剖析 它沒有辦法剖析 不規則的資料 它可能頂多是固定規則 或者固定的符號 固定符號這個是有 斗點 但是因為沒有固定的 寬度 所以 它沒有辦法 就是說 用資料剖析來切 那所以這個地方的話 假如你不會用那個 VBA裡面的那個 我們是用一個 Splitter的話 那就可以很快把它切出來 那這個上次講的 這個蠻重要的 因為我發現工作上 用到的機會還蠻多的 那首先當然你 也是一樣可以分階段 第一個階段就是先切一個 比如說你可以先 假設你 一個OK之後的話 比如說我們先以什麼 以那個 D3這個當成切割的練習 先做一個 然後再以下 所以 第一次的話 當然你就是先 先切一個 那就是指向 所以這個地方 先指向 這個VBA裡面的Splitter 然後跟它講說 根據這個D3幫我切 那切的話呢 基本上就是 VBA裡面有個叫Splitter 的一個函數 那裡面的話需要給兩個參數 一個是哪一個儲存格 所以把儲存格的資料放過來 第二個的話根據什麼來切 根據豆點來切 所以它切完之後的話 它就會幫我把它 反環一個結果到一個 所謂的正列 所以前面用一個正列來接 那這個正列裡面的話基本上就是切割三個資料 分別為0 這個是第一個 1 第2個 2 第3個 它的編號從0開始 所以這個可能要特別注意 那它是一個正列 所以如果你要取得第1個的話是 小瓜壺0 小瓜壺0 就會取得這個 然後再來1再來2 那當然 如果你要知道說 這個正列 它最大的那個 數字 最大的 所影值是多少的話 那你可以用u棒 所以這裡的話 我們其實可以 用在u棒 然後把 這個u棒的話 其實得到是什麼 最大編號 最大編號 這個0 1 2 所以它這個u棒的話 得到 2的意思 那所以0到2的意思 0到2的意思 再把裡面所有的資料讀出來 那分別可以把它 取得 所以 用Splitter的話 其實還蠻方便的 不過Splitter的話呢 可能要特別注意啦 這裡的話必須要配合所謂的正列 OK 來做這個練習 那這個正列的部分的話 當然你要除錯 像好像之前有同學 問到問題說 為什麼裡面的那個變數 沒辦法去看到裡面的值 那今天的話 也許我們再用另外一個範例 跟各位講一下 其實這個 如果你會用Splitter 去做切割 很多事情就變簡單了 像這個是什麼 切割完 你會Ctrl向下 然後就全部切完 切完之後的話 再用什麼 用Counif 把剛剛那個範圍的資料 去 算一下 裡面的值是多少 所以你把它算完之後 向下填滿 本來假如說 這個地方我把它先清除掉 本來如果你 沒有辦法很快切出來的話 那這個圖表是沒有資料的 那我這個已經預先做了 所以我把它切割 切割完之後讓它算 算完之後就知道 選這個 第一個選項有8個 第二個選項的話有14個 當然我後面其實還可以再對應一個 視覺化的一個 圖表 那就可以馬上可以把圖表 給快速的顯示出來 OK 那這裡面的話比較重要 其實主要就是透過那個 剛剛提到的 有關這個 第一個是VBA SPRIT 這個SPRIT主要是針對什麼 不規則資料 去做切割 有點類似像資料剖析 的概念 但是資料剖析 它比較沒有辦法做有彈性的 資料切割 所以如果你遇到像 可能不規則形狀 不規則的這個數量的資料 或者是一些 只要需要 切割的話 其實都可以利用SPRIT這個函數 來做 至於這個SPRIT你想說 有沒有相關說明 其實如果你要看那個函數裡面的 相關說明我前面好像有教過各位 你可以按F1 就是優標放在SPRIT上面 按F1 那它就會跳出那個 相關SPRIT的 有沒有 的說明 它說 它會回傳一個陣列 一維陣列 然後用法等等的大概就底下這邊 不過當然它 給的相關的 說明其實蠻自視化的 可能你要一點時間 就可以慢慢了解 慢慢習慣 而且 它這邊有一個什麼 這個U棒 我們這邊也是一樣 也會提到一些 怎麼樣的用法 甚至還有相關的用法 建議的內容 OK 那各位如果有興趣的話 不妨可以再稍微 看一下 那由這個延伸出去 後來我有舉個例子 就是說 計算那個什麼 計算這個商品 名稱 總共有幾個 的算法 那這個範例也是 有一位 這個以前 在那個 壽險業的一個學員 提出來的問題 因為他每天都要算什麼 算商品的數量有幾個 像這個一個是比較簡單 它就是一個 然後他就在12345678910 他就算10個 那他數量非常多 他每天都這樣算 12345 可是呢 我發現 這個方法當然是 不是很OK 那如果說你假設 你剛剛會用Splitter的話 其實就可以很快可以得到答案 為什麼 因為如果Splitter 把它切割過之後 切割 切割完之後的話 再利用什麼呢 切割之後 再利用什麼 Ubomb 0 他這個 編號的話 從0開始 0123456789 所以 如果切割完之後 我們如果用那個函數叫Ubomb Ubomb就得到9 那9跟10相差多少 相差1 因為從0開始 所以你把9加1的話 再把這個結果寫到這裡 那答案就出來了 所以 如果這一題 其實用那個Splitter 加上那個Ubomb 其實兩下就全部做完 所以有這個做完的結果 我們上禮拜 上禮拜有講到 其實就是用這個方法 OK 其實很快就可以把 需要的結果給算出來 那做法的話 其實不外乎就是 先寫 裡面先寫一個 那就是用Splitter 把A欄的資料 根據他逗點先隔開 得到的一個陣列 再把那個陣列的 有沒有 這個數量 用Ubomb 把它怎麼樣 加1 其實加1 其實就是等於 他總共有幾個 裡面的這個資料 有沒有 因為 主要是從0開始 所以 一定要加1 再把這個結果吐到這邊來 當然答案就OK了 所以你會發現 這個如果會做的話 其實還蠻簡單的 大概就跑一個回圈 再加上兩行程式 那這個問題呢 就解決了 OK 如果不會的話 那真的很 花時間 尤其是如果你的那個商品名稱數量 非常多的話 那光每天這樣算 其實 當然就不是好方法 OK 所以請各位 把那個前幾次上課 就是 的三個範例 也許再把它複習 最好就是說 不要看答案 看看能不能自己寫寫看 就是說呢 第一道題 打開 然後呢 可不可以這樣子 這邊假設清空 如果我希望呢 得到123 這 三個按鈕的結果 另外的話呢 這邊有清空 然後呢 把這個按鈕 按下去 得到最後結果 如果可以做出來的話 那表示說 你應該 就是真的了解 到底我們程式要做什麼 那第二道題就是這個 按下它 自動就可以 把它 顯示出來 OK 那請各位試試看吧 第三個這個 這個蠻簡單 這個就是商品數量 那 我把 畫面再還給各位 請各位先試試看 把上一次上課的 稍微複習一下 那待會的話 我會再找其他的 再 再找一題 你們可以再 看一下那個 範例檔案裡面 也是一樣 單元 裡面有一個叫 字串切割 字串切割的這個題目 其實它需求很簡單 它是希望把什麼 這個刮符有沒有 這個刮符是 好像 中刮 全形的中刮符 裡面的資料 放到 B欄裡面 那該怎麼做 那這個當然 方法很多啦 不過 看起來其實用 Spridge來切割 會非常的快速 而且比較簡單 那請各位先試一下 哦